同学们你们好 最近呢 由于这个新冠疫情的爆发 世界上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闻 各种各样的事情 搞得我们心里面很难受啊 就说现在有各种声音来指责 甩锅 甚至 很多不利于我们中国人的一些新闻和声音 为什么中国人在世界上总是 疲于的奔命去招架 去 复卫自己 而显得 还手又非常无力 使很多中国人和海外的华人 总觉得过得那么 憋气 那么窝 这次新冠疫情全世界蔓延 本来是一件 无可厚非的一场温月 人类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世界性流行的传染疾病 例如1917年至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2003年的SARS 2009年的H1N1流感 还有去年的猪流感 非洲的伊波拉病毒 以及现在还在我们人群中蔓延的HIV 艾滋病 世界上出现过这么多次 这个世界性传染的那种疾病 那以前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出现过对病毒来源的指责 甩锅 甚至提出什么荒唐的赔赏的言论呢 难道以前发生的传染疾病就对我们中国没有产生过 打击和伤害吗 为什么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就没有站出来指责 批评和提出赔赞的言论和行动呢 我想这个问题我想大部分我们华人呢 全世界的华人 对这个问题呢 都有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想法 当然我们是谴责这种 毫无意义的甩锅 不利于民主大团结 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一个言论和行动 这个问题呢 大部分人说 这都是因为西方的傲慢与偏见 那么西方的社会的傲慢与偏见 带领他们 总是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来指责我们中国人 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我个人呢 喜欢从文化的角度 去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这个中华民族的世界各个民族 民族的特性和民族的性格 我们可以从中能够找到一些答案 那西方社会的民族 他们的民族 文化和民族特性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西方人 从上的是 从林法则 西方社会是什么 他们就是一群豺狼虎豹 是绝对的一群 肉丝动物群体 如果大家看过这个 动物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个石漏性动物啊 它有两个特点 它有它尖锐的利转 而有利的牙齿 对石草性动物呢 具有绝对的优势 而且呢 无时无刻的 都想在石草 新动物群体中 进行不停的烧了 而四季而动 总是能找到 石草动物的 防御的漏洞 而能够女女得手 石草动物的特性是什么 这些大家都知道 总是埋头苦干 拼命的吃 尽量的使自己养的 标肥体壮 而当石漏性动物来攻击它的时候 它能够成功的 逃脱 保住性命 在防御上面呢 是没有 什么能力的 群体的石草动物呢 稍微好一点 它可以靠着群侧 群防 来尽可能地 少受到伤害 以我个人来看 总结的经验就是什么 美国人 就是狮子和老鹰的合体 它具有绝对的空中优势 和地面的强大优势 欧洲猎枪各国 分别就是老虎 财狼和猎狗 猎狗 日本 它是什么 它就是一群野狗 它们具有良好的 组织性和团结精神 而中国是什么 我感觉到我们中国 就是一群野牛 标肥体壮 柴浪虎豹 狮子等 来袭的时候 大家 哇 有风 淘宝 但他们转头看见 如果有同胞 落入豺狼虎口的 爪牙之下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 会回过头来反击 反击 我们可以看到 有时候是成功的 有时候是失败的 这主要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那个带头的 那个投牛 他的反击的勇气和决心 如果投牛 带领群牛 坚决的反击 那么再凶猛的野兽 最终都会死在 这个野牛的体力之下 好了 讲到这里 大家可能就明白一个道理了 我们的文化是什么 我们的本性是温顺的 我们是和平的 我们是同来不挑事的 也是不去攻击他人的 这样一个民族文化 但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群体的社会 我们讲究集体主义 我们也不怕人家来挑事 但是面对列强 面对这个 一群财狼虎报 老虎狮子 他们 是无时无刻的 都要对你进行 这个藐视和骚扰 尤其是他们发现有机可乘的时候 那绝对是要咬你一口的 朋友们 这个是毋庸置意的 这是一个常态 这是石漏性和石草性动物之间的 绝对存在的一个法则问题 我们不能逃避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去攻击他人 而能能 他们呢 就总是找到各种办法 来 频频的 对你进行攻击 进行骚扰 我们就只有频频的去招架 反制和防御 我们 要想不被他们吃掉 要想不被他们得到伤害 那么就这样 我们必须要团结 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团结 而且要团结在一头 非常强壮有力的 意志坚定的投留的身边 这样我们才能够彻底打败 彻底能够保护我们整个群体的利益 不受伤害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评论 喜欢我这个论调 或者你们有什么意见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们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 在这个历史长河下 能够坚冷不拔地生存下来 而且能够迅速地向上崛起 那是有我们根本的文化根基的 所以我们共同来讨论我们中华民族的走向 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 是要走怎样的道路 是要走怎样的方向 才能少走弯路 能够少付出代价 希望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们 让我们共同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